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也能拍得通红 首先西家军的李强出场了 本来这哥们入场是铁板钉钉的事 甚至已经在为取代李克强做准备 谁指天有不测 只风云奥米克隆变种病毒 硬是跟他过不去 动态清零将中国这座最有现代化特色的城市 封锁的像一座死城 经济死悄悄不说 老百姓恨李强啊 恨得牙根都痒痒 李强要黄吗 但打狗啊也得看主人 李强是在执行习的命令 李强上不去 习的脸往哪搁呢 李强也明白 老百姓喜不喜欢他呀 还没关系 习喜欢就行了 于是他开始了最后一跳 向习表忠心 他在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上说 最有力的行动是永当总书记赋予的光庸使命 最生动的体现是践行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 最深刻的启迪是用好总书记指导的科学方法 最强烈的自觉是遵循总书记给予的尊尊教导 他呀就差没得习喊声跌了 再说天津市委书记李强中也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十九大前李强中就有忠诚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忠诚的名言 他曾在之前天津党代会上发出过精能之语 他说坚决拥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 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的地位和权威 习近平总书记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 巨大的政治勇气 强烈的责任担当 同郎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 他还说要自觉在政治上坚决维护核心 思想上高度信赖核心 感情上忠心爱戴核心 组织上自觉服从核心 行动上始终紧跟核心 6月20日 再次当选市委书记的李鸿忠 更是语不惊人 死不休 他说高举旗帜 紧跟核心 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 输液在攻 错力奋发 如果说李鸿忠上一次 以如何鉴别 真忠诚 假忠诚 让党内的竞争者 声威 这一次他干脆帮出 不成功者成能 他说以无我的警戒 和成能之心 以敢于担当 勇于斗争的忠勇 以辞志 纯粹之心 全是忠诚 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 刘林 4月17日就在党代会上喊出 永远拥戴领袖 捍卫领袖 跟随领袖 河南省委书记 楼阳生 22日表示 地方官员 应把习近平的政治理论 作为终身的课程 山东省委书记 李干杰 5月30日 在学习时报 头版发表文章 称赞习近平 掌舵 并说习的指示 是指南针 金钥匙和支点 本月 在江西省一次会议上 党委书记 易烈宏 呼吁 将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的 两个维护 融入血脉 注入灵魂 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重庆市委书记 陈明尔等 也在摩拳插掌 相信不久 就会有重磅的话语出现 现在 我们重点还是说说 北京市委书记 蔡奇 他是习的铁哥们 也是马屁专业的高材生 他在北京市 第13次党代会上发言 对习的赞扬 具有文学的高度 深情并茂 他说 习近平有非凡的雄才大略 有他定向银行 就有无穷的信心 无往而不胜 他形容习近平 是由祖心骨 顶梁柱 定盘心 他说 一幕幕长景 历历在目 一句句嘱托 言由在耳 总书记非凡的雄才大略 远见作识和领袖风范 让我们深受感召 总书记日夜失恋 关注着人民情怀 让我们深受教育 怎么样 感能催泪吧 其实啊 修得顶级 马屁功夫还真不容易 拍马屁啊 就如同打麻将 要心平气和 不可急躁 技术为一 运气为二 要看住下家 顶住对家 防住上家 眼观六路 二听八方 激动灵活 拍马屁 是快不得 慢不得 轻不得 重不得 要拍的啊 不紧不慢 不温不火 可谓闻道又鲜厚 鼠叶又专攻 蔡奇马屁拍得好 但能算不如天算 这不用功太过 出大事了 6月27日 北京日报报道 蔡奇的讲话内容 称蔡奇承诺 未来五年 北京将坚持不懈 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 这未来五年四个字啊 让中国网民崩溃了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大量含泪 哭泣的表情包 以表达他们 对新冠疫情防控的身心俱疲 因为网民在微博上写道 在我看来 五年已经是保守的估计 我已经准备好 与他共度余生了 谁知道 我什么时候会疯掉 在蔡奇的演讲中啊 还的确没有 未来五年这一措辞 为什么报道中 会出现未来五年呢 北京日报 很快就将 未来五年 这四个字 从报道中删去 并表示这是人为的疏忽 北京日报社长赵静云 随后在个人的微信 对这个事啊 做出了解释 他说 未来五年 这四个字 确实是报告里没有的 是我们的记者呀 物加上去的 但对于物加的原因 赵静云说 是为了抢时效 因此该媒体 事先拆解了报告的重点 预先做了模板文章 他说 这是没过脑子 于是闹出了笑话 前环球时报总主编 胡锡进 也在微博上发文 他说 这样的修改是应该的 顺应民意 他进一步说 没有人希望 北京未来五年 会过得像今年上半年这样 相信上一轮表现 不错的北京市 会不断探索出 更加有效的防疫办法 给大家一个好的预期 巩固社会的信心 对于赵静云和胡锡进的解释 一位熟悉 中国媒体运作的观察家 告诉外媒记者说 他感到不可理解 因为就算是疏忽 在官媒内部稿件 也是要三审三孝的 他认为 蔡奇未必会在北京市委书记的位置上 再坐满五年 也未必会成功入场 因此这个事件 并不对中共二十大的人士 有什么指向性的意义 他说 我的朋友们倾向于认为 蔡奇不会入场 但对于他 什么时候会离开 说法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 可能会在 政治局委员 再做一切 然后就退休 那到底是谁加上了未来五年这四个字呢 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的看法或者说猜测是 蔡奇啊 自己加上去的 为什么要加这四个字呢 原因在于 蔡奇拍马屁啊 拍上了影 有点走火入魔 他在最后定稿时 突然 灵机一动 心想 未来五年这四个字 可以暗示 习连任 已经毫无悬念 既然习已经进入 第三个任期 未来五年 自然将会坚持不懈 抓好 常态化 疫情反控 但他没有想到 老百姓 对常态化 疫情防控 已经是精工之了 瞬间 躺平 崩溃了 这样相反啊 蔡奇是在号召 老百姓 要想在未来五年里 不折腾 只有阻止习连任 你看 这马屁高手啊 把马屁 拍到了 马蹄上 于是北京日报 的社长 也只好将锅 照到小边的 头上 二十大全力保卫战 已经进入到 白乐化的 最后阶段 各路诸侯 互相 那习家军 同时 抄歌 这可苦了 习近平 自己能不能连任 还是个问号 这下面 就已经打成了 一锅粥 习家军和准习家军的互斗 改革派官员也知道他们是最后一波 还有无数 沉默的人眼旁观的官员也在看 心里在想 散额到头 总有报 只是来早 于 来迟 好 观众朋友们 今天这个话题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